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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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太德美術館典藏大展 這個展覽其實是透過身體 去橫跨了從19世紀中 西方古典學院裡面所提到的這種 神性的美化的理想的身體 一直跨距到21世紀當代 延伸商品我覺得這件事情是非常有意義的 我來高美館就是一直希望能夠用我們的點藏品 去做延伸商品 目的不是在商業性 目的其實是落實一個很老的slogan 就是藝術走路生活 生活走路藝術 這一次透過泰德美術館的機會 我也很希望說 我們能夠想到一種新的文創 然後直接進入主題 就是我們去找茨林攤 他們幾乎每件作品都很喜歡 我一直說你這樣做不了那麼多 結果他說沒關係沒關係給我們機會 他幾乎勾了將近快30件作品 然後都有某種程度做出一個設計的初稿 最後濃縮凝聚大概剩下10來件 就是一個人體 一個形體上的一個仿佛神殿的裂柱 它就站在兩個裂柱旁邊 最有趣的是我覺得它把這個裂柱抽離出來單獨做這個杯子 這個從一開始草圖到最後打樣我都非常喜歡 所以我很希望這件也能夠得到很多人的喜愛 當初他們要提David Hockney 其實我態度還比較保守 我還跟叔叔講說不可能 不要費力 他說給我們一個機會 我們設計看看 因為這個作品 我剛才提到就是Hockney畫那個現代希臘詩人 Color Free的詩集 那他本身也是個童子 這件作品其實本來是一個平面的作品 就是兩位年輕的男士躺在床上蓋著棉被 然後他就現在把他的棉被給套到裡面去了 然後出來的時候就可以看到兩個 所以這個還蠻有趣 當初看我覺得說這樣可以嗎 想不到呢到那個Hockney基金會 也是受到蠻大的迴響 所以最後他們不僅同意還要求說 好像要送他們十套的樣子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的合作 我自己的有一些那個 雖然我自己覺得我做藝術是毫無框架 但是在延伸商品有時候 有時候我好像覺得 在這次我覺得我的框架也被打開了 另外我自己非常喜歡 而且是那時候大家還在看草圖階段 我就說這個一定要做這個一定要做 因為這個是Louis Bajard 這次很難得的是他的紙上作品 那紅色一直是這個藝術家 非常看重的顏色 有些人會覺得好像是寫 可是其實對他來講是一種能量 他畫他自己 然後他自己也是留長頭髮 我覺得這一次的設計 把頭髮或的部分變成是這個把手 我也覺得這整個設計我那時候很喜歡 然後我也很高興吃 你們真的就把它做出來 文創商品對我來講 如果做得好的話 它是藝術跟生活結合的一個很好的橋樑 然後做得更好 它本身就是另外一種層次的藝術品 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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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藝術 好 тру的 您 accustomed 提搭